基隆地方法院近期举办生态保育讲座 主题呢特别与基隆士鸟黑鸢作结合 想要推动猛情与环境保护的相关议题 基隆地方法院举办环境保育讲座 由于本次保育主题与基隆士鸟黑鸢作结合 特别邀请基隆训音达人李志腾与他的小伙伴到场演讲 与现场法官助理等相关人员 介绍现今台湾猛情与环境的相关议题 讲座内容除了围绕在深入浅出的环境教育观念 李志腾也准备相当多关于老鹰的知识内容 让大家不只知道黑鸢是我们的饰鸟 跟进一步去认识老鹰的习性与对环境的益处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老师来带领之下 让我们认识老鹰也能知道我们基隆士四鸟 生活习性还有我们要怎么样跟他相处 讲座的尾声李志腾更是出动他的小伙伴哈里思音 让大家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上手拍照 甚至能亲身与哈里思音体验穿越互动 消除过往大家对于猛情凶狠无法靠近的既定印象 看老鹰背下来然后停下那个瞬间 突然就觉得他好帅哦 就地方法院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本院同仁能更理解当今环境保育的急迫性 也能推广人类与世上万物共存的重要性 公民记者张仲轩西洋市新医区财报报导